我觉得他们到现在来讲 好像对这个球台 就是这个主台转播球台 还没有说那么适应 而且现在可能确实社交媒体 也是更方便了 表现出来的这种敢打敢拼 敢赢的这种状态 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两个人都是去到了 山东鲁能这个拼效开始出来的 好球 要小心这种时候 嗯不好打 对 当这个对手的时候是大神 不好打 当对手的时候你得重复他 当对手的时候你得鼓励他 你看因为刚才前面也提到了 说两个人都在一个局面 也都很熟啊 这也是比较多的嘛 应该说区别不是太大 但是可能比赛大家都会认真去准备 哎 先从发球从前三板的空子 就已经很难了 哎 10比6的 你看 这种球 就感觉 嗯 而且可能像像龙队啊 包括可能像小胖 他们比赛集中在这个 以前打球经常会控制的 让对手发不出力 现在没有控制发不出力的 是效率 还有一种叫什么 那是就是 成功率来说 那肯定还发球 先进 比较炫啊 对 以后这个赛事的转播是不是可以 其他的变化 发肠了呢 嗯 哎呦哦哦哦 给反抄啊 反抄确实多哥了 哎呦 嗯 在第三季中16比14 还是很艰难的战胜的方波 小胖 好 好 嗯 نہیں